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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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板娘都没说什么 打不还手 挖不还口 一直默默的在一旁忙碌着 不过话说这个老板娘是真的好看 美人捡猪帘 身作醋鹅眉 但见泪痕失 不知心恨谁 这种小媳妇自然是最要命的 韩国电影三件事 婶婶 嫂嫂小姨子 家有一嫂 入有一宝 旺财也是如此 看到老板娘的那一刻 当即就认定要任老板当兄弟 大哥 我想吃饺子 老板却端上一盘鸡说 饺子再好 不如心脏 不失 都不如我这只鸡 我这样的鸡可都是为蜈蝎蝎长大的 幼稚鲜 鲜 又劲道 大伯 说着又拿出一罐酒说 母鸡配酒 越吃越有 自应不慎 坚挺持久 凶 起吧 大兄弟 旺财后配鸡听后 也大狗吃了起来 只是酒没喝几口就看到里面泡着的几只蜈蜈蚣 这可把两人给吓坏了 老板会都看了看两人 呵呵一笑 哼 看来你们是没有去过中国啊 到了晚上 四个人围组在一起吃了饭 只是这气氛感觉那是相当的诡异 旺财一直有意无意地盯着老板娘看 老板则色眯眯地盯着佩琪看 佩琪尴尬地回应着老板的暧昧 又有些不安地看着旺财跟老板娘眉目传情 根据小小多年录片的经验 如果没有猜错的话 这部电影的高潮时刻应该快试换街了 咦 人家还吃个孩子呢 正所谓酒酥饭饱 私音语 两男两女好唱戏 有些威促的老板就拉着几个人唱起了歌 鸟子小小好诶 真抵好 鸟子小小高尽 顶呱呱 我是小鸟子 小鸟子 小鸟子是我 唱完歌旺财和佩琪就打算离开 老板就拉着两个人急力挽留说 我这老婆是个孤儿 从小是我养大的 不听话 总吵着要离开我 所以我就把她的舌头搁了下来 旺财和佩琪两个人听我都吓傻了 坐在那里一动不动 老板见张又笑着说 开个玩笑 都那么晚了 喝了那么多酒 你们明天再走吧 旺财和佩琪有点害怕 虽说老板很热情 但怂有种说不上来的奇怪 分不清老板哪就是真话 哪就是假话 不过也确实喝了酒 又这么晚了 就只好留在了这里 到了深夜 可能是酒喝多了临时起庆 又或者是对老板的姿色念念不忘 于是旺财就拉着佩琪准备干点啥 可还是跟往常一样 心有余而立不举 于是两个人只好心心作罢 第二天一觉醒来 佩琪发现旺财不见了 老板娘是一旺财跟着老板山山打猎了 一会就回来了 这时佩琪发现老板娘的脚上受了伤 于是就贴心的给她处理了一下伤口 佩琪关心的问 你在这里不孤独吗 就没有打算离开吗 老板娘可能也是头一次遇到有人关心自己 感觉有些惊讶 愣愣的望着佩琪 不久旺财就跟着老板打猎回来了 就带着佩琪准备离开 可是车却怎么都启动不了 老板检查后发现是保险司烧坏了 于是就跟车下了收离厂打电话 可惜卢厂说今天不上班 明天才有人 于是老板就对两人说 反正也走不了了 就等明天汽车修好了再走吧 佩琪虽然有点不情愿 但是周边也确实没有什么可以去的地方 于是就只好同意了 很快就又到了晚上 老板再次拿出了最好的酒肉来招待两人 说我跟你们说 这些东西我是不轻易拿出来给别人吃的 谁让咱们一见如故呢 你们知道蒙古吗 他们甚至让自己的老婆给磕睡 我觉得这样挺好 旺财你就让你嫂子怎么样 要不经完你跟她睡 我无所谓的 旺财听后有些尴尬 佩琪也在一旁不知道要说什么 她带旺财来是为了给她治病的 之前老板说不打针不吃药 就能看到好疗效 可能所谓的药引司就是这位嫂子吧 不久天空下起了大雨 几个人就收拾东西进了屋 老板去把旺财拉进了自己屋 老弟别走啊 你跟你嫂子再喝会儿 我就准备一下明天的食材啊 旺财嘴上说着 不好吧不好吧 身体却老老实实地坐了下来 老板出来后刚好遇到佩琪 他拉住佩琪轻声地说 你难道不想给她治病成功吗 佩琪丁寇百感焦急 他看着正在听着老板娘胸部流口水的旺财 什么也没说 旺财见状赶紧站了起来 跟着佩琪一起回屋了 深夜 更有心事的两个人都难以入睡 佩琪犹豫了许久 背着旺财说 我没关系的 你去喝酒吧 旺财嘴上说着 在半夜的喝啥酒 我困了 可是躺在床上瞪着大眼 根本就没有半点困意 于是他就起身出来抽烟 活了时又刚好遇到了老板 要是说我这辈子都没有见过 这么造极给自己一袋绿帽的 而且还是如此的执着 老板愣是把旺财拖进了屋里说 小老弟 你跟你嫂子再喝会儿吧 下这么大的雨 我去看看王婆啥时候来送药 说完就一溜眼跑了 嫂子虽然不会说话 但那双狗魂的眼睛却是相当传神的 不一会儿的功夫 旺财就有点招架不住了 旺财想起身离开 却不小心割破了手指头 嫂子二话不说 就抓住旺财指头塞进了自己嘴里 他就在那里不停地吸呀吸呀 旺财也一句欢音地表示 不要啊 停啊 不要停啊 最终抵挡不住嫂子的诱惑 旺财还是沦陷了 两人做起了长达十分钟的广播体操 知道大家都不爱看 所以我就直接删了 于是同时 老板也偷偷溜进了佩奇的房间 他叫醒佩奇 然后轻轻打开了一个案板 佩奇透过案板往里一看 排马 两年都不见抬头人旺财 这会儿正跟老板娘做着广播体操呢 直到佩奇干得起劲 老板似在后面一把抱住了佩奇 也做起了广播体操 第二天天晴了 几个人的积分 真是诡异到了脑人炸裂 佩奇主动绿自己 是为了给旺财治疗不体之症 老板主动绿自己 是为了能够睡到佩奇 老板娘绿自己 是为了配合老板绿佩奇 旺财绿老板娘 是为了老板自高翻涌 主动求绿 而且他也挺想绿 所以在这四个人 绿被绿被绿屿绿 交叉混合 交互绿的关系中 到底是谁绿了谁 谁又吃了谁的亏呢 大家都心知肚明 但谁都不愿说破 这种感觉 最难以说清楚的 应该就是佩奇了 首先高兴的是 旺财站了起来 其次难过的是 旺财是为了嫂子而站的 再次不知道 是该高兴 还是该难过的事 自己苦守了两年的蛮荒之居 也终于开了婚 可耕地的牛 却不是自己嫁的 唉 反正就是这四个人 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四人八目交叉看 各自种下绿头蒜 不久旺财跟着老板 来到山下修理厂 可是修车厂 却依旧大门紧闭 老板打电话询问 电话那头说 傍晚才开门 就在这时 一个简泡了大叔 喝得醉醺的 望着老板说 算活饭 傻人饭 旺财觉得奇怪 老板却突然眼色阴沉地 叫上旺财离开了 在车上 老板对望才说 我小时候喜欢喝酒 但我爸知道后 就不停地打我 我妈也打我 后来我妈死了 我爸就给我找了一个后妈 可后妈打我打得更厉害 于是 我就半夜放火烧死了她呢 旺财听后 吓得不敢说话 老板却安慰她说 没事 都过去了 别放在心上 之后老板把车 停到了半山腰 说要山山检查一下 布置的不受夹子 让旺财陪她一起去 之后两个人来到半山坡 老板故意让旺财去 检查那边的夹子 有没有问题 导致旺财一下 就踩到了夹子上 当即就摔倒滚下了山 装到石头上 晕死了过去 老板见撞泽 阴沉一笑 没有上前施救 与此同时 店里又来了一堆情侣 而老板也随后赶了回来 佩奇上去追问旺财的下落 老板见有其他人 于是就应付地说 旺财等会儿 会跟修哲师傅一起回来 让她先帮忙照顾一下客人 佩奇觉得奇怪 我老公跟你一起去的 怎么就你自己回来了 你又凭什么 对我大呼小叫到佣人试唤 说完就一个人回到了房间 这时老板也跟了进去 一巴掌把她打到地下 阿喜吧 你不是要找你老公吗 我现在就是你老公 在客人面前 你就好老实点 别逼我发飙了 说完就把佩奇 锁到了屋里 跟对待佩奇 和旺财的套路一样 老板对新来的这对 年轻情侣也很热情 好酒好肉好伺候 妹子不行 所以接下来的节目 自然都是一样的 男的跟老板娘一个屋 老板也找到了妹子 混合双绿 再次上演 这时妹子这时 临时反悔 老娘不干了 这个把老板给气坏了 然后三下五序二的 就把妹子打得不成人样 这时在隔壁的男子 听到了动静 连忙跑来查看 于是也跟老板牛打在一起 男子自然是干不过 最有大黑牛之声的老板的 所以很快就被老板给打死了 佩奇在隔壁通过门缝 看到这一切都吓闪了 躲在角落里 忍着不敢出声 这时从山下醒了过来的旺财 也一拳一拐的回来了 正准备处理尸体的老板 就赶紧迎上去 假惺惺的问 你没事吧 杂兄弟 你掉了下去 我找了半天都没有找到你呢 旺财抬头看了看老板 然后什么都没说 就进屋找佩奇去了 佩奇看到旺财回来 终于看到了活下去的希望 于是就打算偷偷离开 可两人的动静 引起了老板的注意 旺财把佩奇藏在身后 说出去找洗脏毛巾 听过了老板 然后偷了车钥匙就准备离开 这时老板也发现 两人不见了就出来寻找 旺财瞅瞅瞅时间 连帮方动汽车加速离开了 终于逃离了魔爪 吓死的佩奇坐在副驾驶上 哭泣地说道 都怪我 是我安排的一切 但我没想到会发生这种事情 旺财开着车被佩奇的画 弄得一愣一愣的 你说啥 嫂子也是你安排的 开车最怕的就是分析 要不然就会出问题 你看旺财毫不犹豫地 把车装到了树上 要说这个时候 装到了树上 不应该赶紧调整一下 开车离开吗 但佩奇就不 他还在那儿 一个这样的哭着自己 说是自己的错 上帝给过你逃跑的机会 你不珍惜 飘在死神的前面瞎逼逼 所以老板很快就赶到了 八十八十 一锤一个 两个人就这样被放倒了 要说老板也是一个奇葩的主 这次他没有就地杀了两人 反而把两人绑了回来 可就在这时 两名警察赶来调查人口失踪的案件 屋里的佩奇 见状集中生智地 踢翻了地上的水桶 屋里的动静 引起了警察的注意 可这俩萝卜 怎么会是马东西的对手 当然结果可想而至 老板两下就解除了警察 不过庆幸的是 平日里 被受老板催死的老板娘 终于良心发现 他解开了旺财和佩奇的绳索 帮锁了两人 老板发现后 连忙去追 旺财因为腿上有伤 很快两人就被老板追上了 就在这关键时刻 佩奇从地上捡起了一根铁棍 捅到了老板身体里 莫财也战斗力爆棚 一把把老板推下了山坡 老板就这样嗝屁了 故事的最后 男人终于逃离了 那个恐怖的小岛 跟着警察来到了安全地带 电影到这儿就彻底结束了 这是一部涉影于 2015年的韩国电影 故事反发的扮演者 马东西 可以说依旧是暴力担当 只不过跟往常 暖男阴汉的角色相比 这里的形象 让人惧怕了许多 这部剧的另一个看点 就是老板娘 演员的名字叫允珠 可以说是韩国为数不多的 及身材与美貌并存的情侣 女演员 简直不要太好看了 希望的小伙伴们 最新下载哟 尺度那是相当的大 好啦 我是滴滴滴滴 老司机 娘子小小 真无敌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爱你们哟